你 阿远 你怎么来了 程青聪 你搞什么鬼 他是谁啊 你不是说我好今天要提前接我回家的吗 回家 回什么家 他是谁啊 他就是我一病人 刚从健身科转过来的 一直接受治疗 撞得还不太稳定 讨厌 都说了 回家再玩一生不累 不是你说 不打扰了 我先走了 亲爱的 亲爱的 你听我说呀 他 他不是我的才 昨天你还说生女孩像我的话 一定很可爱的 够了啊 气死吧 渣男 亲爱的 亲爱的 喂 喂 你在哪儿呢 小南山 这么巧 我本来也打算带个新认识的朋友 去那儿约会 生怀一下感情 我都帮你准备好了 好 快来吧 专门为你准备的 菜品之后再给您确认 对了 女士甜品等餐后再上 还有什么需要 我会再跟你说的 好的 我这就安排 谢谢 车借用一下 里面都安排好了 自己去吃吧 就你事多 哭不相欠了啊 苏总包场 竟然是为了严医生和这位小姐 干杯 干杯 两位请慢用 谢谢 我知道了 相亲 严医生一定是被家里逼婚了 漂亮姑娘这么多 你怎么一个都追不上啊 你干嘛呢 你干嘛呢 干嘛你看啊 天天的玩 老大不小 连个女朋友都没有 你看 你要气负我们俩 这个行不行啊 这个呢 还有这个 不好吗 再找不到对象 就别回来了 真没想到 你明明是脑科医生 却这么动人心 老实说 你刚刚有没有在分析我 我以为我们是同一类人 心有灵犀 严医生看起来这么痛苦 真是太可怜了 不行 我要去把她解救出来 阿远 你怎么来了 程清聪 你搞什么鬼 她是谁啊 你不是说我好今天要提前接我回家的吗 回家 回什么家 她是谁啊 她就是我一病人 刚从健身科转过来的 一直接受治疗 撞得还不太稳定 讨厌 都说了 回家再玩一生不累 不是你说 不打扰了 我先走了 亲爱的亲爱的 你听我说呀 她她不是我的财 昨天你还说生女孩像我的话 一定很可爱的 够了啊 去死吧 渣男 亲爱的 亲爱的 你怎么能说还了我的孩子 严医生 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你好 人类因为爱而伟大 爱除了要表达 也要学会拒绝 你什么时候开始有这样子的想法了 怪我之前疏忽了 完全就没察觉到 没事 你不知道也是很正常的 我也就是在心里偷偷地想 而且 我又是苏总的助理嘛 有些事不好太明显的 虽然有些伤人 但是希望你还是能够克制一下 否则 会给大家带来困扰 嗯 你放心 我都是在心里默默地想 不会打扰你和 好 明白就好 苏总买单 颜医生 好好享用哦 没毒就是 这都什么事一天天 车被苏总开走 着急了吧 关你什么事 你现在打不到车的 就算打到了也一定堵在路上 你烦不烦 还是我带你吧 我带你走近道 一个小时之内一定到苏总家 不用 我的命很值钱 我的技术很好的 安全 苏总肯定能着急了 别犹豫了 哎 颜医生 你跟苏总是不是认识很久了 快二十年了 我从小玩到大呀 怪不得感情这么好 我和他认识 那算是童年英雄 有人在里面吗 没有锁门了啊 我 有没有人 颜医院 颜医院 苏总肯定救我 苏总肯定 救我 就这样 苏总肯定救了我的命 颜医生 那天你爸妈为什么没有来接你 你那么晚没有回去 他们肯定机坏了吧 你快点骑车吧 颜医生说一下嘛 你翻 停车 什么 停车 我叫你停车 你这样我没办法骑 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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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到底会不会骑车 还是我来骑吧 你会骑吗 我骑车的时候你还没出声呢 往后坐 上来 那我上来了 抱好我 你就 你就这样骑吧 我骑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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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那个小助理啊 简直有毒 每一次碰上 都没什么好事 世上女人千千万 你竟然在一个坑里面跌两次 丢不丢人 到底玩不玩了 我虽然说不同意你和宋青春在一起 但是我更不爽 你老被甩 谁被甩了 也是 你看 发球权都不在你手上 人家根本不知道你喜欢他 你连阻止他表白的正当理由都没有 我只是想让他知道 秦义男不是良配 那又怎么样 你又不是他爸 我知道你压力大 嫉妒 一上来就是赛点 根本没法玩 我不会输的 我有信心 我就是不知道他的脑子里 到底在想些什么 他的心情像K线一样牵动我的神经 还有他对我的态度 像大盘一样起起落落 什么K线B线呢 女人的心思 简单得很 再来一句